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 即使在南极也能做出各种美食 看 这手起刀落 干净利索 给小鱼儿裹满面粉 再把它丢进油锅 让它尽情翻滚 最后再精心摆盘 做好八人餐的男人多么帅气 他叫小西 完全看不出来吧 他居然是在平均气温零下54摄氏度 海拔3800米 做什么都会呼吸困难的南极完成的烹饪 他为什么要来到冰天雪地的南极呢 原来他是被上级指派 跟七名南极考察队队员来的 队员们可只会夜观星象 至于这美食烹饪还得请专业的大厨来 在接下来的一年 小西需要照顾七个大男人的饮食起居 他在狂风呼啸的雪地里 把需要的食材搬回室内解冻 大家吃的食物基本上都是冷冻的 烘干的 因为气温低 所以不适合烫面 小西本以为可以种些蔬菜 带了很多种子过来 却只能种出一些豆芽 所以小西变着花样给大家做饭 你看 这个饭团可不简单 小西在饭团里放了鱼子酱 再用海苔包裹住 最后配上一碗热腾腾的猪肉汤 绝配 大家都狼吞虎咽 小西却注意到空了一个位置 基地需要有人蹲守 所以爆炸头小剑没回来 于是小西赶紧来到基地给他送饭团 但是一打开饭盒饭团全冻住了 小剑可不喜欢这个鬼地方 只想赶紧离开 其实小西也不是自愿来的 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 儿女双全小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可是偏偏上级指定的同事 在这时出了车祸 所以换成了小西 没办法 他只能听从安排了 过了一段时间 住所已经没有淡水了 他们还需要在特别厚的冰面上 打孔取水 在生活资源匮乏的南极 大家也会想着 方让生活有趣一点 你看一群大男人打打闹闹 还把人关门外 嘿就是玩 跳地操 打麻将 看电视 瞎象棋 还在雪地里打球 大家真是一样都没落下 不久 冰雪学家小本快过生日了 小西问他想吃什么 他只说吃肉 很厚的那种 于是小西去找了一块大牛肉 可是肉太大 根本煎不熟 他就跑到室外 把肉浇上油 点燃后再顺着芬跑 这样肉就能熟了 没想到这个办法还挺好 牛排气氛熟刚刚好 如果你是一个 对生活有追求的人 吃饭肯定也要有仪式感 一份油门炉鱼 用心地摆放在餐盘中间 用两根绿色的芦笋点缀 最后再淋上香醋沙丝 精美的佳肴就做好了 可是重口难调 满桌子的帝王蟹 竟然还打动不了大家 他们只关注拉面吃完了的事情 这对于组长老炮来说 就是晴天霹雳 他说缺什么都不能缺拉面 这不大晚上的 老炮打开小西的房门 说自己睡不着 弄得小西以为他生病了 老炮就一句 拉面是他的命 没有拉面 就没有活下去的乐趣 这种身为厨子的小西 也不好意思拒绝 只好继续想办法 看怎么能做出拉面来 于是他尝试自己做面团 取出500克面粉 放入盆里 加入一勺碱面 再倒入100毫升的水 搅拌均匀后 放进塑料袋里 接下来的这一步最为关键 面团一定要用脚踩 这样才能使面团均匀受力更筋道 而脚底板的均 通过人的体温 脱过袋子进入面团中心 使它的味道更有层次 面团踩好之后 再用擀面杖擀平 把它切成条 放入滚烫的开水里烫熟 最后加入两片叉烧 少许青菜 来里葱花点缀 一碗热腾腾的拉面就做好了 做好之后 本来要等队员齐了一起吃的 老炮可等不及了 先喝一口汤 哇 就是这个味儿 再继续大口大口 暴风吸入拉面 简直太满足了 等队员回来告诉大家 出现了神奇的极光 快去看 大家无懂于衷 再不吃面就驼了 极光有拉面香吗 就这样 坚持度过了一年 完成了观测任务 他们该离开了 收拾好东西 这承载了八人欢声笑语的住所 转眼间空空如也 不过在家等待的妻儿 总才能见到他们了 尤其是小夕 去南极之前 有时候还会嫌弃妻子 去了南极后 她开始想家 吃着饭就哭得鼻涕眼泪横飞 回来之后 就更加珍惜和妻儿 在一起的时光 这是一部根据 真实故事改变的电影 只要是好厨子 哪怕只有匮乏的食材 也能做出米其林大餐 看完这部电影 我就一个字 享受 大家都要好好生活 好好吃饭哦